像眉毛一样 边做边去给她的唇部进行滋润 在滋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她的唇部湿度度高 然后她散色会更容易散色 再一个的话呢 她可以去帮助我们检查辐射 找唇的时候呢 先把她的整个嘴唇 封得要外翻 整个外翻 她成一个就是平面凸起来 一定不能熬 一定是平面凸起 整个针一面能够去垂直 她才能够最好的去散色 边角也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边角就这样去撑 也是把它撑平直 像眉毛一样 我们把皮肤崩开 怎么样去找漏白 其实我们就把皮肤稍微这样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眉头 点的时候点一点 散点就可以了 和我们做眉毛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唇裂和唇出的地方 要略深一点 密度要略密一些 我们边做 然后边按压 不用这么着急 先给它塌掉 用你擦拭的阅度 苏珊确定好了 1.0到1.2就可以 现在呢 我们可以先从她的上唇开始做 我们准备一个纱布 我们做唇 一定想把唇的皮肤 绷平整 平整才好上手 一定不是绷紧 绷紧容易做组织 所以我们把它绷平整就可以 所以我们的姿势一定是 在下方 看到没有 不要挡住人家的鼻孔呼吸 微微的把唇皮 向上翻翘 接着唇裂素最里面开始做 看到没有 从这个位置 我们的针一定是要贴 第二是要揉 第三是要快 所以我们刷唇的核心重点 就是贴揉快 做真人呢 我们就可以来回的刷 做真人有三个手法都比较好 一个是来回的刷 第二个是打圈 第三个就是点四 出真确定好了 一点零到 接下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单针点次如何修边 首先我们尽量将仪器保持垂直 然后手法要轻 然后要稀疏 两点之间向上去加 好 看一下效果 接下来给大家示范 大家仔细看一下我少唇边 那把它的唇边揪起来 我们的唇边呢 你们一定要轻轻的去刷 而且只能单边 越轻越好 出真稍微长一点点 大概多长呢 1.5毫米 大家仔细看一下我少唇边啊 那 唇部做完之后 记得一定要涂点椭布维素 它的主要作用是消肿 在上面摩擦 如何做出 如何做出 鸿雷 我们用干纱布去给他热 今天呢 我给大家 操作之前 需要让过 如果 还会散开的 知道吗 它一片的话 那就太难看了 你看我有个动作 是什么 解对 这样会点得准 现在呢 就要换成单针了 去修一下唇边 轻轻的 把它唇边点出来 你可以先点出它的一个 大概轮廓 点的时候针间不要刺太深啊 那不然它就变成一大颗一大颗的 一定是针间 刺进去一点点就好了 点边缘的时候 要边做边擦啊 这个可不能一口去点 单针如果你单纯的整个 呃面去点刺的话 我们就用我们的半抛机 去做我们的单针点刺 在唇列处 如果你是刷的唇 那你可以用 就用全抛机 呃去点刺 去找漏白 那么我们单独去 做唇列处的时候 第一 我们要把密度 一定要做的密实 漏白越少越好 这样我们的唇列 是一定会上色的 第二点 那我们的唇列 感觉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要把密度加密 呃第二点 我们单针点刺的时候呢 我们的速度 不要过快 一定要上色 针针上色 一定要是一针 要每一针都要有一个停顿点 针握笔的时候 我们的针一定要垂直 和它的面垂直 做完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是按压一下 我们不要去擦它 我们是继续去上色 继续去上色的时候 我们都在这个唇列处 散点几下 其实就是在肤色 这样子我们的唇列上色 也会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